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3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一个网上宣布全民共证 已经全部结束的李一平的假视频 我们从这件事说起 昨天呢 很多网友告诉我 网上出现了一个李一平宣布 已经全面停止全民共证的这么一个假视频 那么当时呢 我就去看了这个假视频 结果这个假视频呢 那时候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我看不到视频的内容 那么看不到视频的内容呢 我就不知道这个视频它里面究竟讲了什么 那么紧接着我就想联系李一平 但是呢 李一平这时候呢 恰好上了飞机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里面有事了 因为什么 这个假视频出现的时候 恰好是利用李一平登上了飞机 暂时呢 没有网络 没有信息 没有电话 那么呢 这个假视频就开始在网络上炒作了 第一个发现这件事不对的 是台湾的雅琳小姐 雅琳她马上就发觉整个李一平讲话 她的语音和她的口型动作都对不上 所以雅琳马上就提醒我 说借铭你赶紧去看 一平的这个宣布全民共证停止的这个视频 我认为有问题 她说这是李一平本人讲的吗 从视频上看 画面是李一平啊 从听视频的声音也是李一平啊 但是雅琳总觉得这个里面有毛利 有问题 所以她要求我去看 那么我按照雅琳给我的这个链接去看了以后 看不到啊 这个雅琳给的链接和我前面 别的网友推荐给我看的链接一样的 这个链接呢 当时已经下架 看不到 那么看不到这个视频的情况下呢 我没办法根据视频的内容来做出判断 但是我知道不可能李一平会随随便便去宣布 全民共争就停止了 因为全民共争 它是我们一个整个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策划 长时间精心准备的一个大型的 在国内推行的一个抗争中共的一个整体的街头运动 这个运动从发起到组织到我们不断的推行 有到非常完整的严肃性 所以说 不可能李一平会随随便便去宣布什么全民共争停止 那么至少说 我都不知道全民共争会停止 你说李一平他会去宣布吗 我们之间可能会不商量吗 但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商量不到呢 是因为什么 李一平上了飞机 就说明中共已经丧心病狂 他呢 不惜伪造假视频来扰乱视频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要停止一切有关全民共争的工作和行动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我头脑发热 而是我长期实践和总结反思 并集合了广大观众网友意见的基础上 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 他那么要打击全民共争 那就说明全民共争对中共很有威胁 哇 所以中共要趁着李一平上飞机的时候 在这个短暂的十几个小时之内 他没办法做出回应的情况下 造假一个他的假视频来混淆视频 而这个时间呢 中共完全掌握 就说明中共是对我们全民共争里面 最主要的发起人和全民共争里面的 这个团队里面的核心人员是一直跟踪的 所以他很准确的了解到这时候他发布这个视频 李一平没办法做出回应 就是包括你吴建民你都没办法联系到李一平 因为李一平在飞机上面啊 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过这个事呢 我不急忙做出回应 其实我当时凭我自己的直接和判断 我马上就可以做个视频告诉大家 没那么回事 这个视频是假的 但是呢 我没有这样去做 是一个呢 我需要看到这段视频的内容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的内容 我没办法对这个视频进行评论 第二个呢 我需要跟李一平下飞机以后 我们联络一下 然后呢 我们考虑一下怎么去做 而且这件事呢 我认为让他发酵呢不是什么坏事 看看是什么人在你们腥风做了 如果这时候不断地有人不断地去转 不断地有人去扩大这个假视频 去宣传这个假视频的效果 甚至为这个假视频的宣传开始发推文 我们做视频 那这个人一定是共产党错误 一定是共产党大外宣 他们领到任务以后 他们配合共产党的整体行动 所以我们在观察 因此到昨天晚上每夕时间很晚了 大概到十一点多钟左右 李一平呢 这时候呢 他已经下飞机了 那么他下了飞机以后 他打开手机看肯定是几十条信息了 那这些信息毫无疑问 都是有关他所谓宣布了全民共争停止的 那么李一平他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他第一时间当然就会和我做了联系 那我们沟通了以后 我们看了一下网上的情况 那么我们一看网上 有几十个这个号在转这个假视频 这个假视频呢 尽管呢 是非常非常的假 就是说他的口型和他的语音 以及他的动作都完全对不上 但是呢 就有很多人信 很多人的恶意传播 在传播的这些人里面呢 我们不排除呢 有人是上当的 但是有人是恶意传播的 还有人是明知道是假的 帮助共产党在做大外宣的 这些人是非常险恶的 曾经有一个人不断的碰瓷我 这个在海外一天到晚一开始去挺锅啦 后来炸锅啦 然后呢 经常来碰瓷我 他多次挑过我的事儿 他希望我对他回应 我是你都不理他的 因为他不配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来碰瓷 就是趁热点嘛 所以我不会对他回应 那么这次李一平这个假视频出来以后 他又赶紧去配合中共的行动 马上呢 去做一集视频 在视频里面宣称 中共军力国防投入全球数一数二的 GDP全球第二 你凭什么上街反共 就你们这样的人 怎么能反得了共产党 他把共产党说的如此伟大 他把共产党说的军力是全球数一数二 他把共产党的GDP说的全球第二 所以说你就不能反抗 因为他太强大了啊 你没有比共产党更强大的军队 你没有比共产党更强大的GDP 你就别谈反共 你就老老实实做卢彩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面学马力主义思想 像这样的人 他多次攻击过我 多次无端的陷害过我 很多人都要求我正面的迎头通缉他 我没有必要 因为我不愿意这种人张了我的脚 但是他自己会用他的行动来暴露出 他是多么的可耻 当时大师兄做了几集视频 驳斥了他丑恶的嘴脸 那时候有很多朋友跟我讲 你可以跟大师兄一起做一个视频 然后对他所有列举里面的污蔑的那些言论 对他进行驳斥 我说他不配 你想想看一个人动不动网上塞到 我一年挣几十万 这个人就是一个穷人 只有穷人才会在网上塞 我一年赚多少万 一个人动不动 说我是哪个名校别 这个人就没上过名校 他因为他如果真上过名校 他不会那么没有底气 他的文化跟郭文贵是差不多的 他因为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所以他一天的晚拿着一个什么工资站 跟他讲说我赚多少万 没见过钱的人才天天去晒钱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 在李一平这个假视频出来以后 他马上去出视频 去否定全民共争 去对这个假视频做不断的传播 你说这个人不是特务 谁是特务 这个人不是共产党的外宣 是谁是外宣那么那么你再看看像这一类型的人 不光他一个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们这些人你去看他们的推特也好视频也好 他们所有发的这些评论 他们都是针对今天打你明天打他 质疑这个质疑那个哪一个是特务 哪个是共产党哪一个是坏人 他们所有的推文和视频 他们所有的经历都用在每天去搅混水抓特务 攻击民运人士 质疑这个质疑张三质疑李斯 因为这是他的任务只有不断质疑才能把水搅混 真正投身中国民主革命的人有几个人每天去质疑别人 有几个每天对别人认为你这件事做的不好 我要批评你你那件事做的不对 你不应该这样做 有这么多精力去质疑张三质疑李斯 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还有精力去推翻共产党吗 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谁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是谁 你不奔到你的目标去 你每天质疑别人你是什么目的 你只可能把水搅混 你只可能混淆视听 你只可能影响网上一批跟你一样 要么蠢要么坏的人 所以说李怡萍这个假视频的出现 有相当一部分人推播出来 看很多传播这些视频的人 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订阅量 或者他们没有什么关注度 他们甚至没有几个粉丝 但是他们在不遗余力的推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曾经在网上呢 一罐搅浑水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种大外宣这种特务人士 他们的这种丑恶面目 不需要每天我们去批驳他 你就看他的行动 你就看他在观念的时候 他采取什么行动 他这个行动是配合共产党的 是配合党组织的行动 还是配合全民民主行动 还是站在正义文明的阶段 你一看就知道 你不要看口号 口号这些人都打着反共口号 都打着支持民主的口号 都打着要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口号 不打这个口号就没有欺骗性啊 现在的互联网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几十年前共产党要打倒的敌人 共产党明确宣布 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这是共产党几十年前他们的做法 但是几十年后 共产党现在不是这样 共产党现在要打倒谁 共产党会安排他们这帮人站出来 宣布这个人是我们共产党的人 因为共产党把某一个人定为是他们的人以后 别的人就最好攻击你 所以说不断地有人说我吴建平是共产党的人 说李一平是共产党的人 说我们全民共产党是共产党钓鱼的行动 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安成是共产党的钓鱼行动 为什么他们要在李一平的手机关机的情况下 李一平登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要去做这种假视频来混淆视听呢 为什么他不断地要攻击我吴建平 把我吴建平说成是共产党的人呢 因为他们知道把我打成共产党的人对我是最大的陷害最容易去混淆视听 因为这些人领了任务以后他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 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中国人的判断力是非常差的 所以他们领了任务用这种方法把你往共产党的那个团体里面去推 他就可以去混淆视听 让相当一部分震恨共产党的人对你丧失信心 这就是共产党一种手段 判断这种手段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看一个真正反共人他是不是每天都奔着共产党去 他的目标是不是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 他所有的事情做的是不是都是在铲除中共 还是什么不断地在混淆视听 不断地在水里面搅混水 不断地在网上一旦爆发出这种假的视频 他就欢呼雀跃 像这样的人你就可以看看 他做的事是在帮助共产党还是在打击共产党 这我想大家都可以有自由的判断 黎一平这个视频我已经认真的听过 所有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都是什么 他对黎一平曾经做的那么多些视频里面 分别截取里面其中一部分音频内容 然后把这个音频内容呢 在软件里面做了一个有效的编辑和剪辑 使这个音频的内容的语言呢 让它连贯起来 这个从技术上讲一点都不难 那么画面呢 画面它不可能讲说把它截取的那个里面的画面 把所有的画面去拼凑 因为所有画面拼凑 大家一看服装啊 头发啊 光线啊 不一样啊 就知道假的了 所以呢 它视频的画面内容呢 它会选取黎一平某一段画面 看上去的画面是连贯的 但是你一看画面的口型和你整个的语音是对不上的 尤其是我们视频演讲都会有一定的动作 有口型 有眼神 有自己的面部表情 像这个和你的语言都是相对应的 你一看黎一平这个就再假不过 所以这个一分钟的视频 它拼接来拼接去 我只能是讲共产党呢真的叫潜力俱穷 技术人才也潜力俱穷 这么低端的水平 这么低劣的造假方法 你呢花了那么多大外宣的钱 一年维稳的经费都超过了军费 居然就培养出那么不正直的能围绕出这种低劣的视频 你差远了去了 所以网上我们看到那么多虚假的视频 就来自于这样的技术团队 这些人就是拿了共产党大外宣的费用 拿了共产党的维稳经费 但是没有给共产党好好干活的 但是这些人利于心心的 他们只要利于干活好坏不管 先把钱混到手 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好 关于全民共产造假视频 我就讲到这里 我告诉大家 全民共产之所以共产党那么害怕 不惜用造假的手段 都来去污蔑我们全民共产 就正说明我们发起的全民共产 是达到了共产党的腾术 而且中共这些人不断地跟踪 类似于李一平和吴建民 不断地想掌握我们各种规律 尤其是我们在上飞机 有相当一段时间 我们的手机和我们对外信息 暂时不能联络情况下 他们就在里面做很多文章 所以大家呢 我觉得都应该有这个警惕 通过这一次我们就更明白 唯独就是我知道 中共确确实实渗透得很深 不然李一平登上飞机 在飞行多个小时这个航程 在什么时间发生到什么时间结束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选择 那说明中共是确实有人 是了解了了解了我们的动态 那么这个不可怕 因为什么防不胜防 我们不需要去防 我们只需要光明正大的去做事 光明磊落的做事 任何历史都经得起检验 一个人只要你光明磊落 你坦荡对待 我相信阳光永远是照在 那些光辉的人的身上的 好我谈今天第二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就是张健 关于张健的情况 我在前几天有节目里面讲到过 因为张健呢 他这次呢到柬埔寨呢 他跟我联系过 他联系过呢 他是想呢找一个音乐人帮助呢 帮助我们做几首能够传唱 能够传唱很久的歌曲 当时呢 他突然找到我说呢 是希望呢 我能写几段歌词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再写出 像当年梅艳芳所传唱的 这个渲染的风采这样的歌 那么张健呢 他是和一些音乐人有接触 他告诉我 他当时在柬埔寨 我认为柬埔寨很危险 我认为东南亚很危险 我要求他立即回法国 但是他没听我的 他去了泰国 他去泰国以后 后来我们大家看到 他有一张右臂上已经绑着甲板的 这么一张照片 他说他去参加了破水节 我就不懂了 他的右臂受伤都那么严重 怎么参加破水节呢 为什么一定要到泰国去呢 我个人分析就是张健到泰国 他要见人 见什么人呢 那肯定是大陆来的人 因为大陆来的人呢 到泰国呢相对的容易 为什么呢 泰国是落地签 也就是持着大陆护照 不需要任何签证 买一张机票 到达泰国就可以入境了 在泰国可以有15天 所以我认为张健 他是有可能利用对方 有落地签的这个机会呢 想在泰国和他见面 只是呢 来人究竟什么人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 我发过一个推文就说 就怕来的人不是朋友 而是才狼 因为朋友来了有好久 才狼来了 你要有猎枪啊 问题是张健 他没有做好 有拿猎枪的准备啊 所以说张健才会出现 他在泰国的心中 非常的扑朔迷离 根据泰国的朋友 在网上所传出的视频 李兰飞介绍 那天张健 他走的时候 是深更半夜走 他当时到了机场 他是准备登场 回法国的法航航班 那么在这个之后 泰国的这位朋友讲 他也没有在联络上张健 不知道张健当时 是否登上了法航航班 根据现在的各种综合信息判断 张健当时呢 是没能登上法航航班 没能登上法航航班以后呢 说他是买了一张 在约旦首都安曼转机的机票 准备先到安曼 通过安曼转机以后 再回法国 然后张健呢 就到达了安曼 根据我们在网上掌握的信息看 他到了安曼以后 他曾经发过好几条语音信息 给他的一个朋友 他在这个语音信息里面所表达的内容呢 都是他对这次整个这个由安曼转机 以及在泰国曼谷 没有顺利的登上法航班机呢 表达的一种泊满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很正常 因为这时候人肯定有这种情绪 尤其到安曼这个机场呢 说是要在后级楼里面 等很长时间 才能登上法航的班机 那么这时候有些抱怨 我觉得正常 但是在这个之后 这个人就失联了 那么他的失联 这两天有很多信息披露 昨天陈旅行大姐曾经发了一个信息 说是未经证实 根据法国的玛丽传过来的信息说 张健是到了安曼机场以后 因为身体不适 住在了安曼的一家医院 而且这个医院是法国医院 说是休息几天就会回来了 这个消息发出了以后 我看了以后 我个人是完全不信 我完全不相信 因为第一张健在到了安曼机场时候 他绝对是属于神智清醒的 不然他不会发出四条语音 他敢按照说 在发了四条语音后 就立即昏倒了吗 就立即人事不逊了吗 就立即要送到医院 并且在十天左右 都不能做任何一条语音信息 都不能打任何一个字 都不能发任何一条推吗 你觉得正常吗 所以我认为 他这种因为个人身体原因 然后进入了安曼的法国医院 并且在这个医院里面一直休养 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的信息 是一个虚假信息 因为按正常的来讲 张健即使是这样 被送到这个医院 他也一定会在自己 合适的时间 发出各种信息 发出各种推特 告知大家的平安 因为我相信张健不可能 到了十天左右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说大家都会在找他 大家都会在问他 一个人不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联络人 现在张健的联络人在哪里呢 所以说张健突然就完全失联 一定这个里面是有一个 我们想不到的圈套 或想不到的阴谋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安曼这个机场 这个约旦这个国家 被中共渗透的很深 中共有可能就在这个机场 通过他自己的方法 把张健把他掠回中国 那么有人跟我说过 他说张健又不是什么知名名人 又不是民营圈的大佬 中共有什么必要 这个时候把他弄回中国去啊 我可以对有这方面疑虑的朋友呢 做出我自己的判断 张健虽然不是什么大佬 但是张健身上有一个六四标签 张健是当年参加六四天安门广场 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之一 张健这么多年来 没有退出这个民营序列 张健一直是在为推动中国民主 在做他自己的呐喊 尽管张健个人的观点 和我建民有非常大的差别 张健有很多的观点 我完全不能认同 所以说我在网上是很少给张健点赞 也很少跟张健有互动的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如果是在一起说话 我们都互相尊重 张健他有什么事问我时候 我也非常的礼貌 非常的尊重他 因为我尊重每一个 当年为六四战斗过和奋斗过的战友 那么张健作为一个 当年参加六四的这么一个人 他身上有这个表情 中共如果把他弄过去以后 中共至少可以向整个世界宣布 向中国国内 尤其是中国国内还在战斗的 当年那批六四理想不灭的人 他会告诉你们这些人 别去忙活 三十年前你们做的那个事 三十年和我们照样算账 张健我们照样可以从国外 把他带回来 让他去坐牢 让他去复兴 所以中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他只要你有六四的这个标签 他只要他抓的这个人 有六四的符号 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说不在于张健 是不是什么 民运大了 是不是六四的英雄人物 这个不重要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 就是从约旦首都安安 把张健通过中共的秘密渠道 把张健已经通过中国民航的各种飞机 把他已经带回国内 现在把他秘密羁押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可能就是什么 是张健履行的证件呢有瑕疵 因为张健的履行证件 从我个人知道 他不是法国护照 他没有加入法国籍 他拿的是法国发出的政治难民证 那么这个政治难民的履行证呢 有可能这个啊 比方说有效期啊 有可能照片啊 有可能这个上面一些信息呢 可能有瑕疵 比方说呢过期了 或者说哪个地方不清楚啊 跟电脑里面说储存的信息对不上号啊 可能有这些情况 要不然为什么不让他在曼谷登上法航的班机呢 就是因为那么查不到或者查到的信息不对头 所以我认为到了安曼呢 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 既然在泰国的曼谷查不到你张健的信息 怎么到安曼就能查到呢 按照你持同一个证件 所有的这个国际互联网都是相通的 所有的这个边界系统都是相通的 你履行的在泰国曼谷查不到 你到安曼从理论上来讲也查不到 所以说因为安曼这个查不到你张健个人履行证件 能跟你个人身份吻合的信息 所以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他拒绝他进入安曼 然后把他什么原籍遣返回泰国了 原籍遣返回泰国 由于他的证件不合适 所以就把他当作难民送到难民署 因此你看李兰飞的这个视频里面讲到 泰国难民间里面已经关押了一个汉语拼音叫张健的人 只是他们派人想去见这个张健的时候没有见到 当时呢已经打印了条子 条子上也有了编号也有了姓名 这个姓名是汉语拼音的张健 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健这两个字太容易聪明了 所以汉语拼音的张健啊 现在没办法确定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到法国的这个张健 只有见到本人才能确认 但是那天呢 起初探监的泰国朋友呢 最终是没能见到这个编号和汉语拼音标注为张健的人 所以说呢 在泰国移民间里面是否张健在里面呢 现在没有得到确认 那么下面就是要进一步确认的问题 张健究竟是在泰国还是在约旦首都安曼 如果在安曼 那么张健究竟在哪 现在明证也发了公开证明在寻找张健 有很多关心张健的人也通过法国大使馆 泰国大使馆都不断地在寻找张健 时间过去了张健现在没有信息 那么张健究竟在哪里 我刚才说过张健并不代表他是什么明明大佬 什么知名人物什么英雄人物 但是张健是一个六四人 张健身上有六四的符号 张健现在被中共如果把他劫回大陆 中共打击张健 他实际上就是打击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他实际上就是通过打击张健 来扼杀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来告诉所有企图怀念六四追忆六四 想从燃六四沾火的人 是告诉你们只要你们一冒头我们就抓 我们就打 那么三十年前犯过事的人 我们现在只要抓住我们还是打 所以这是中共的险恶的政治目的 那么互联网上对张健现在落井下石的 对张健各种污蔑的各种破脏水的人 这些人你就要考虑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的人是不赞同张健的观点 因为张健这个人讲话比较狂妄 甚至张健把自己标榜成高峰入云端的人 他很多狂妄自大的话 可能有很多人不舒服不习惯 我都能接受 包括张健他很多观点 以及他当时无论他是挺过也好 喝了跟郭文贵叫骂也好 包括张健的很多政治问题上的认识 我都不认同 所以说我很少给张健点赞的 我也很少跟他有互动 因为他的观点我不认同嘛 但是我不认同他的观点 不代表我不认同他这个六四战友 所以说张健今天碰到危难 如果你现在是在落井下石 再往他身上泼脏水 我觉得你这个人是险恶的 你可以不关心他 但是你不可以心灾罗祸 你更不应该落井下石 那么李一平在这次造假视频 发生的这个过程中 恰好他在飞机上 他在这个十几个小时 不能跟外界联系的情况下 就有人动这个脑筋了 那么很多网友就提醒我了说 贱民啊你台湾能不能去啊 你如果去台湾也要飞十几个小时啊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点什么事怎么说啊 我说这个你放心 因为呢造这种谣的人呢 他根本是很无聊 你造这个谣十几个小时以后 当信息连通的时候 那你的造谣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也有朋友问到我 你这次改变了日本行程 是不是跟李一平这次这个造假视频有关 是不是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出现了问题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 我修改日本的行程 主要是我六四纪念活动十分繁忙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是台湾的呢 政治活动的签证审查呢 他给予了取景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号召中共可以武统台湾的学者叫李毅 这个李毅呢 他呢企图呢进入台湾 在台湾呢拿到台湾的旅游观光前的 但是到台湾呢去从事政治活动 去鼓吹中共的武力统一 他告诉台湾人民 要么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 要么就是等待着中共武力统一台湾 这是李毅的观点 所以说台湾移民署毫不犹豫 就决定把李毅驱逐出台 永远不都插入台湾 对李毅并且在他们宣布的当天晚上 就派出移民署的警部人员 把他从南投的这一个书舍里面 把他紧急带出送往桃园机场 当夜把他遣返出境了 那么李毅的事情发生以后 整个台湾内政部尤其是移民署 就审查了所有到台湾 将要到台湾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 所有海外来的学者专家和各种参加政治活动的 这些嘉宾呢要审查他们的证件 那么所以说我的签证本来早就批下来了 现在变成了嘛要重新审查 因为什么他要考察你这个人 是不是帮助共产党吹捧武力统一台湾 是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要消灭台湾 对台湾国家有没有危害 经过这一轮审查以后 他们就决定他们的签证发放 都在你将要入台的前一周才可能发放你 而且你必须本人到你所在国家 台湾的那个办事处 台湾那个办事处实际上就是一个领事馆 因为台湾跟美国它现在没有名正言顺的外交关系 所以说台湾是在旧金山也好 是在纽约也好 是在洛杉矶也好 它都叫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 或者叫台湾驻纽约办事处 它实际上就是台湾驻洛杉矶的领事馆 或者是坐纽约的领事馆 要求你在获得这个签证之前 你必须在这个半个月之内接受到通知 到这个领事馆去面试 本地的台湾外交官员要审查你个人的身份 要了解你的政治动态 因为不可能把那些像李毅这样的武统学者 再放股台湾 所以因为这个审查严格和审查有个等待时间 所以我就必须要调整 因为台湾完全收紧了所有到台湾 从事政治活动的这些学者和嘉宾们他们的签证 尤其是美国来的学者 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移民署已经正式把美国的那种号召共产党武力统一台湾 武力征服台湾的这些几个打着民主自由 实际上是爱好共产党的这几个学者 叫王希泽、冯胜平、郭延华 这三个人台湾已经列入永远禁止入台 并且他们已经电告所有各大航空公司 在审查他们的所有的机票和入境手续时候 这三个人不但是不能入境 不会批给他们签证 也不允许他们过境和转机 也就是他们连转机台北的可能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几个人已经被台湾封杀包括李毅 其他的这些学者嘉宾、教授、专家们 你只要到台湾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了 你所有的个人履历 台湾移民署都会对你做认真审查 所合法给你的签证 跟你入台所从事的政治活动要完全一致 而且时间上卡得非常非常的紧 给你算好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由于台湾移民署收紧了审查状况之后 所以我们就要跟着调整 因为我们所有的签证都需要台湾移民署 做出特别批准 它不是我们简简单单去申请个观光签证啊 到台湾去旅游啊 台湾旅游签证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的 或者有人讲说你可以去先办一个旅游签证 你过来你实际上从事政治活动 你躲得掉吗 你从事政治活动 你无论是演讲出视频参加演讲 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政治活动会堂 多少照片视频你躲得住吗 他们看到李毅过去有旅游签证进入台湾 拿到旅游观光签证结果到台湾跟什么联赞有合影啊 跟马英九有合影啊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过去什么过去就没有认真对李毅这一类的 鼓吹中国武力统一的这类的学者给予禁止 但是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台湾现在严格的审查所有进台的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到台湾来是什么目的 如果你们是来帮助共产党鼓吹的 帮助共产党来给台湾人施加威胁的 帮助共产党企图搞什么一国两制 来帮助共产党武统的 这些人你永远也踏不进台湾 我相信台湾的做法和美国的做法一样 美国最后对所有的亲共侨领亲共学者 和那些享受的美国自由民主空气的 但是在美国歌颂的共产党的这些人 都会被美国列入永久吊销绿卡 永久不得踏入美国国境一步的 类似于像澳洲黄像莫这样的人 我相信在美国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